再来性质27 1比2比例三角形 ADF都是三等分点 求证ADFG 4点贡献 ADFG G是0点 性质12 性质9 就可以得证了 比较简单一点 再来性质28 1比2比例三角形 B1 S B1 S 是所在线段的三等分点 证明B1 S 3点贡献 这我们都是利用了 过同一个比例点 就先证明 设一个S' 再证明S' 那要利用到性质26 性质2 性质24 Manus定理 公式1-6 公式1-5 性质2 Manus定理 公式1-6 公式5-4 跟性质2 就可以得证 这比较复杂的 B1S贡献 B1 B1 S B1 S 3点贡献 这是性质28 在性质29 G1 B1 是所在的三等分点 O点呢 是AC LH延长出去的交点在O 求证 GOE GOE 3点贡献 好,再利用到性质2 Manus定理 公式1-6 性质21 性质7 性质2 性质2 性质1 性质2 性质1 哇,性质1跟性质2蛮重要的 在经过一些 笔值的计算 最后就会得证GOE 3点贡献 再看他的图形 GOE GOE 3点贡献 好,性质30 ABC都是三等分点 图形在这里 ABC 都是三等分点 证明他 贡献 这是左右两个小比例三角形 所以证明会复杂一些 距离比较远 就利用到性质2 公式1-4 性质1 性质1 公式1-1 Manus定理 公式5-5 公式1-4 Manus定理 再经过一些计算 就会得证ABC贡献 我们看一下图形 刚好 就说 BC这样连过去 刚好会击中这个3等 击中这个A点 三等分点 很准的 这样画过去刚好 就三个点在一条线上 好性质31也是 三个呢三等分点在一条线上 A B C 这三个点 在一条线上 再利用Manus定理 公式1-5 公式3-2 Manus定理 性质2 这公式证明比较长哦 最后再来是性质2 证明他穿过同一个比例点 来得证 我们再看他的图形 就这样 BC这样延长出去呢 刚好会穿过这个A 这个三等分点 是不是很准呢 这样延长出去 刚好碰到A 这个三等分点 这三个点呢 会在一条线上